大家好,我是元叔,今天又是干地的一天 诶,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之前造斜货的时候就注意到了 好像是个树枝,要不先下去砍了去 诶,上面还有个箱子呢 为什么会有个箱子啊 尝试了一下,垫锯锯不掉这玩意儿 到下面锯吧,这地方还有点不好过去 稍微用地基垫一下 就这个吧,不对,好像不对 这玩意儿是个石头,不是树啊 那这怎么办 一根石头戳上去 刚好在我路中间,挡路啊 我琢磨了一下,要不以后考虑扩宽这个鞋扩好了 没事,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上期把钢梁和钢管做出来了 今天又可以发射小飞机解锁科技了 我看看啊,水泥,模块化框架 钻子,钢管 好吧,钻子和模块化框架 我还没有生产现做 所以下一步应该就要考虑这个了 至于今天嘛,飞机是肯定要发射的 所以,手搓吧 走你 要不下次尝试一下上飞机 看看能把我带到多高的位置 我也不确定现在的版本上面的空气墙会有多高 下一个解锁什么呢 蓝图好像也行 反正都是干,对吧 超级管道暂时还不行 我还没有混凝土粮的生产线 来吧,先来造生产线 钻子和强化铁板算是四级零件了吧 这个我还没统计,稍后我自己研究一下 就继续往上,再加一层 之前我看有小伙伴说我没规划 没错,确实没规划 就简单的大概分了个楼层而已 照到哪里算哪里 我车没出来之前 整个地图的资源根本不能整合 能做什么规划 等到把大部分资源都做整合了 大部分零件都能分区域统一生产了 到时候再说规划的事 现在就是先凑合着集中生产就行了 数量全靠挂机 新建一批装配站 然后我把楼下的生产好的螺丝和铁棒拉上来 好了,转子这不就有了 规模还差了点 附近资源太少了 不够生产 我还得留点资源给别的零件用 暂时先这样吧 总比没有墙 之后我应该会再出去探索一次资源 到时候家里的工厂刚好挂机囤资源了 另外再造四台装配站 楼下生产好的螺丝拉上来一些 现在二体传送带的传输速度是每分钟120个 生产强化铁板每分钟消耗60个螺丝 那我一条传送带供应两个装配站就刚刚好 铁板有点麻烦了呀 我这边不是建造了好几层吗 铁板在比较靠下的楼层 而且距离还比较远 我得想想从哪拉传送带给弄上来 既然强化铁板的生产线都有了 那我先手动送一些铁板进装配站 先让他们生产一些强化铁板吧 毕竟最近造传送带 需要的强化铁板量还挺大的 我手戳得勒死 四台装配站 每分钟也能制造出20个强化铁板了 考虑了一下 最终还是决定直接用传送带拉过去吧 刚开始我其实有点想用小卡车弄个物流系统 让卡车往上运输铁板的 后来发现用量不大 每分钟也就需要120个 虽然距离有点远 但是楼层也高啊 卡车上楼难免被卡住 感觉还是传送带靠谱点 楼下这种长距离的 就先用多条一级传送带就可以了 节省强化铁板 后续如果材料充足了 更换也方便 然后合并一下 一根二级传送带送上去 好了 铁板上来了 搞定 我看看下一个计划 模块化框架 需要用强化铁板和铁棒制作 哎哟 我的强化铁板产量也不高啊 这得是逼着我去找新的铁框了 来吧 看看现在能升级什么科技 钢管强化铁板和钢梁 问题不大 就是得去煤矿区那边拿点钢梁回来 来发射 下一步我觉得可以升级蓝图了 框架这玩意儿 要不弄个装备站慢慢照着也行 强化铁板产量不足 大不了就挂机嘛 好了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